大家好,找一隻錶迷手錶系列 這隻是Mienase的七槍 七槍,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即是說,這個殼做到 旁邊也有一個槍可以觀察 不只是觀察機心 有時有些錶都是偷空了 主要讓你看看機心 但其實它的做法是 在旁邊看到的表面 它的表面有很多層次 反而它不是給你看的機心 是292 292也有一個改動的 起碼做了一個自動架的扭空 下面也倒了,不是很亮 是有少許改動的 但在旁邊主要是看表面的甲層 為什麼會有這隻錶呢? 就是順便幫客人改帶 有個傻客 這隻Mienase的帶 我第一次改的 是我看過以來是最難改的 原因就是 就這樣一顆螺絲 當然啦 但它好像砌積木一樣 中間那一件 中間那一件又可以再拆開 頭尾格又不同的 你要想一想 好像真的有少許 一種砌拼圖的感覺 哇,我都弄了差不多半個小時 整隻錶給我的感覺 這條帶 或者是一個免殼的造工 就是我會覺得這隻錶 或者這個牌子 是好有一種 金屬感 金屬的金弓件 然後將金弓件 好像一種 好像木工的技巧 從以前我想起 日本有些工藝是入順的 超高技巧 我覺得這款 當然它不是木工入順 但是它可以用到金弓件 去做到一種 橫橫雙扣 然後 一件加一件 一件扣一件 去到互相連接 這個技巧是高的 即是包括 面的設計 以及 Case 裡面的設計 以及帶設計 都是有給我這種感覺 是一種高水平的金弓技巧 的 什麼 叫 幾個 曇 扣 豈 售 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